各位好 这两天马上又出现一个坑爹 就这小鬼 他还不是坑爹 他是把他爷爷给坑了 咱们知道现在这帮小孩 都闹闹闹了 以为能出个国留个学 哎呦那就聊不得了 现在说句心里话 出国留学那还叫个事吗 我说这话 可能有人不爱听 现在的留学生 和这二三十年前的留学生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再往前 那就更没可比性了 以前出国那帮孩子 要么就是自己占有本事 真聪明 要么就是家里占有本事 不是有钱 就是有事 就像我前两天视频说的 那个二十年前 我在威斯坦认识那洞北的那小留学生 那小胖子 人家家里当时有俩游警 你想那多少钱 当年跟我在威斯坦一起上学的那帮小留学生 我认识的啊 说过话的 有较急的 父母有连同的高官 董行的高官 还有一位啊 背景强大到啊 没有人知道他们家是干话的 关于他啊 一切都是传说 党时的留学生啊 开车的都少 他开一辆本池大吉蒲 这真不是人家搞调啊 不是人家炫耀自己啊 怎么怎么地 因为对人家来讲 这本池大吉蒲 已经很低调了 不能再低了 人家这背景 这实力 太强了 人家这真是实力不允许 像这重骂骂的 还吹牛逼的 爷爷什么 平常叫王子 都是挺狙击的干部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挺狙击的干部 连个人家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人家一毕业 直接就去香港中进了 年仅五十万 2004年 港毕业的大学生 虽然是威斯坦毕业的嘛 但是他在威斯坦 读的那是垃圾系 social science 他不是Ivy 就这个 直接去的中进 年仅五十万 你们就想想 人家家里是骂实力 可人家平常底调机了 见谁都客客气气的 说话慢条四离的 也从来没见过人家 看不起这个 看不起那个 关于人家 一切都是传说 人家从来没说过 我们家是嘎骂的 但是你从人家那言谈举止一看 人家假境就不一般 妥妥的红三代 你再看现在留学生 现在想楚国多简单的 这一线二线 还有准一线城市的 卖检房就够了 我这身边的例子太多 家里都不是骂有钱人啊 但人的孩子 都是在国外上的大学 咱们不知道这心中的小朋友啊 哪来的这么大自信 觉得自己楚国就怎么地了 现在不是二三十年前了 那这楚国留学还值点钱 现在你楚国留学 除了美国的长春藤 英国的牛锦剑桥 等少数的那几十所大学 最多最多 不会超过三十所大学 其他的学校 比不上国内的这些九八五大学 我这话可能有点尚重 但我说的啊 绝对是事实 因为现在严正着就是 这留学生越来越不值钱了 各位想想 倒退二三十年 什么人才能够楚国留学啊 那绝对得是各个学校的牛逼货吧 甭管你是拱派也好 或者是考全奖的也好 那绝对都是剑子里的剑子 精硬里的精硬 现在正好倒过来 那些剑子学生 都在国内参加高考了 那些学习不太好的 考个二本都有难度的 假里呢 稍微竞技上有点实力 一般都把他们送楚国 沈造去了 你就像这行众的小朋友 他就很典型 你就看他发的这些东西 你们觉得他这职赏能有多高 他这职赏啊 已经到了确认牙地步了 咱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我发现啊 越是这些小干部 计划干部的子女 越惨狂 越搞掉 像这行众小炮塔爷爷 他他这管支啊 大概也就是个触级干部 天儿的 搞职底配 一个富居级 这个过去啊 都到不了行政时散界 都不能算作是搞干 就是一级层的领导干部 你看看把他顺女得瑟 这回好了吧 嘴给肾子惹祸 把爷爷搭进去了 07年就退休了 到现在都15年了 这就算平安朝露了 这回惹大祸了吧 这骂事没有都得脱层皮啊 你们以为这审查这么好过关 不尿裤子 那就算他牵连线包养的好 现在既捡既围 那帮人多厉害 都年轻鸡了 一帮小孩 甭管你多大岁数 多大领导干部 近期以后啊 都得老老实实跌那儿 只要你犯事了 没有一个能扛得过去的 连你也 哪天吃了个豹子没给钱 你都得脚胎清楚 我这真不是瞎说啊 我这同学朋友里 也有不少顶导干部 有时听他们掰会这些事 我那嘴也涨老大 我也不敢相信啊 还能有这事 还能这么干 所以啊 各位朋友你们也别担心 这事会不会有人暴毙啊 会不会搞局情况 不可能 现在只要说是查你 而且你朕有事 那绝对给你查个底调 你绝对跑不了 我不说了吗 你连吃个豹子没给钱 你都得脚胎清楚 而且你们看看 这小雅子的爷爷在职位 货运奋局的局长 这个职位太敏感了 这里的利益太多了 想要独善欺慎 不服不叹 不是不可能啊 很难 所以我说啊 这小雅子的爷爷 这次够呛了 现在这小雅子也被禁烟了 号也给放了 据他们家大人说啊 小雅子现在天灾价 一泪洗面 回的肠子都清了 不过完了呀 随手做人呢 别太嚣张 一定要低调 越是有权有势的人 越得低调 因为你已经有权有势了 你再这么搞调 老田爷都看不下去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 谢谢大家观看